马股反弹后要看什么股票 最近呢 你们看到这个股市呢 马来西亚的股市呢 一直在往下掉 对不对 现在呢 很多股票呢 都很便宜 所以呢 我们呢 要怎么样开始 从底部进场 要看哪一些股票 OK 在这边呢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特地加了 几只股票你要避开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呢 很多人在这个下跌的时候 很便宜的时候 当每一个股票呢 都即将要大涨的时候 他就偏偏呢 选到那个最差的 所以呢 这一次呢 这个视频呢 除了跟你讲那些好的股票 还包括了 这几只呢 你一定要 想办法呢 避开 千万呢 不要买太多 或者是最好是不要买的股票 OK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OK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OK 在这边 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可以帮我点一个赞 还有呢 就是呢 帮我呢 就是subscribe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每个订阅 每个点赞 对我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还有 OK 就是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channel 好不好 OK 然后呢 继续看下去吧 所以呢 所以呢在这边 怎么样看得出呢 这个马股 它是在反弹 对不对 怎么样看得出 这个马股 它是在反弹 有几个做法 有几个做法 一个呢 我们去看一下呢 就是呢 这些指数 你去看一下 哦 这个指数呢 它是不是在转上去 对不对 property的指数 它是不是反弹 有没有反弹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人他就会在想 哎呀 这个只是一个小反弹嘛 对不对 小反弹 不一定 是大涨嘛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样子想 OK 所以在这边呢 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话 你是正常 OK 你是正常人 正常人呢 都是这样子 小反弹 不一定大涨嘛 万一掉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呢 又完蛋了 对不对 又被 又被杀多一轮 对不对 问题就在这边 OK 问题就是呢 如果 没有反弹 这个市场哪里会涨 对不对 所以呢 所有的大涨 都是从小反弹开始 OK 所以在这边写下来 这个东西呢 以前呢 我是多么希望呢 有人跟我讲 不过呢 这个呢 是我自己摸索 摸索了很久 才发现的一个事情 就是 所有的大涨 都是从小反弹开始 OK 所以很多人就会讲 这样子 反弹了可以买吗 可以买吗 小反弹了可以买吗 我讲 你不要买的话 等一下你就想迟 才进去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进的话 你就在这个小反弹 才进 你要安全 uptrend了 才买的话 这样子呢 你就贵一点的时候 才买 所以没有讲 完全的对 或者是完全的错 OK 所以在这边呢 看个人的这个 这个喜欢 或者是个人的这个经验 OK 所以如果你有经验 抓这个底部 对不对 在这个低点的时候 这样子呢 你可以呢 就是呢 在这个底部的时候 哎 你就抓 你就惊到了 如果你没有经验 你讲哎 我上一次 抓底啊 哇 被煞到 满脸血 就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 你这个经验 你的经验不好 这样子你就 这个底部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啦 OK 这个三个板块呢 就是我会注意的 就是什么 就是呢 Property Construction 跟 Utilities 哎 还是一样哎 还是Property Construction Utilities 好不好 所以在这边呢 OK Utilities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呢 这个YTL Power 这个YTL 所以整体呢 它不是说很强 就是呢 它这个反弹呢 它虽然呢 是有反弹 不过呢 它这一天呢 就拉下来 OK 它就拉下来 所以它涨了过后 它就跌回来这边 OK 不过呢 Technical来讲的话 它是已经高过这个 青色的蜡烛 OK 所以呢 要看它 接下来的走势 不要呢 跌回来 2.4毛 OK 所以跌 below 2.4 哎 就是不好了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如果可以高过 2.6 2.6 可以高过2.6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好的一个现象 OK 所以呢 整体呢 OK 我觉得 呃 这些股啊 什么什么 啊 P Matter啊 OK 它们呢 不是说 啊 就是整个市场最强 不过呢 它也是就是被 卖下来 OK 卖下来 所以呢 P Matter 这个是一个很久的一个Uptrend了 已经很久的一个公司了 OK 算是呢 不错的公司 算是不错的公司 So 这些股呢 By right 不应该呢 就是 掉这么多 OK 这些什么Inari啊 By right呢 就不应该呢 就是讲 哎 它们也是就是算是 啊 比较 久的 公司啊 一直以来呢 都是算是比较不错的 OK 所以不应该呢 就是 跌了这么多 然后呢 完完全全没有反弹 那也不应该这样子啦 所以呢 有反弹呢 这个是正常 这个什么 YTR YTR Power 一天30多个Million OK 这个Inari 一天37个Million的Transaction OK 代表什么 代表呢 这个是 庄家呢 有买的股票 庄家有去 炒的股票 所以呢 有反弹呢 其实是 正常 是正常 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 全部的这些 整个市场呢 都掉的 很多 了解吗 有一些股呢 Let's say 这个Crescendo Market掉的时候呢 它都没有什么掉 人家掉的时候 它没有什么掉 OK吧 现在人家起 它也没有什么起啊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它是很Uptrend OK 它算是整个Market里面 算是呢 非常非常Uptrend的这个股票 所以虽然它的Volume有一点低 OK 它的Volume不高 OK 不过呢 它涨的 其实今年来讲的话 2024年呢 它算是其中一个呢 就是 跑得比较快 OK 除了这几只股票 OK 刚才我说的 这个Sanway Sanway 这个呢 也是呢 就是呢 你要注意的 还有 还有 Construction 所以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的话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有没有 反弹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有这个 所谓的Bottom Signal 代表什么 它 见底 OK 然后呢 它有高过 所以有高过 是一件好事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Bottom Signal 它不一定 100%都会往上涨 OK 所以它有往上涨 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涨了过后呢 它等一下呢 会高过这个红色线 等下高过紫色线 它就跑回一个 上升的这个趋势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Sancoin呢 OK 它也是呢 就是来 告诉我们呢 这一个市场呢 其实呢 在反弹 而且 它也告诉了我们 这一个股票呢 它在反弹的时候 有涨 就是呢 一个 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有一些呢 它没有什么涨 例如这个 这个Marsing 它没有什么涨 所以没有什么涨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 就有点失望了 所以呢 如果这个星期呢 再不涨 这样子更失望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看到呢 就是 市场涨的时候 OK 这个股票呢 也跟着涨 所以呢 在那边 OK 你看到 哇 Sanway对不对 对 这个对 OK Sancoin对不对 Sancoin也是对 OK 然后呢 这个 其他的股 很多人会问的就是 这些什么DNO啊 可以不可以买啊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可以控制风险的话 OK 买一点点呢 不是一个问题 OK 问题就是呢 你能不能够接受 这一个股票 它本来要反弹 然后呢 Below这个青色的时候 你要Cut Loss 对不对 OK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在这边你买了 OK 等一下呢 过后呢 它没有起 到这边的时候 你要Cut Loss 可以吗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 其实呢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Loss 就可能3%还是这样 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呢 如果呢 你看到呢 就是 哦 现在呢 这个有Bottom Signal 我只是问你了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这个 如果它掉5%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说 哎 万一它起 起30% 这样子可以吗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呢 你抓底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输 输少少 OK 赢的话呢 尽量呢 就是 可以的话 赚多一点 我跟你讲一个 几个股票呢 你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哎 不要乱乱去抓这些底部 OK 所以呢 刚才我有讲那些呢 是 啊 我有看的股票 哎 刚才有讲那些 我有看的股票 OK Property的 Construction的股票 Utilities的股票 我有看这些 好 所以我现在呢 跟你讲一讲呢 呃 我们呢 没有什么看的啦 所以呢 没有什么看的呢 首先呢 就是呢 这个 CEB 所以呢 首先第一个呢 我没有不会什么看的 哦 OK 就是呢 跌很多的股票呢 我通常呢 不会去抓这个底 当然有可能 他会突然间 三毛钱 跑到四毛多 跑到五毛还是怎样 啊 我不知道啦 这种股呢 通常 没有人买的时候 他就涨 有人买的时候 他就掉 OK 因为呢 他已经掉的 非常的深 所以呢 这样子的 OK 掉的非常的深的 股票呢 通常呢 我都不会去动啊 都不会去动 所以呢 怎么样知道呢 就是呢 有一个scanner 这个stage 4 然后呢 这些 这些股票 什么 MSM啊 这些呢 我都 不大会去抓这个底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底 很多人抓过了 OK 很多人抓过了 都是烧到十只手指都 超大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Gtronic OK 你问我 我会不会抓底 我也是呢 就是呢 不会抓这个底啊 这样子的底部呢 我们的通常是不大会抓 哦 Genitex 我会不会抓这个底 也是不会啊 APB 这个也是不会抓 然后呢 这个什么 UWC呢 UWC 我也是觉得 我应该是不会抓这个底 如果你不 不明白的话 我跟你讲一个 之前发生的 好不好 所以之前呢 其实呢 有一个股票呢 它也是掉的很深 就是呢 这个 啊 AX AX 所以呢 它从这边 哇 2块4毛 它就掉 掉掉掉掉 就一路呢 就掉下去 掉了这个50% 所以当然呢 你抓这个底的时候 你看这个bottom signal OK bottom signal 这个 OK 你抓到了 哇 真的是 有反弹啦 不错啦 不过呢 后来呢 它就很快的掉下来 这个你抓了 它反弹一下子 它就往下掉 对不对 这个完全没有反弹 所以呢 就没有买 这个反弹了 对不对 有没有起 有没有起 有 有涨上来 不过呢 它过后呢 掉的更深 所以呢 你抓这个反弹 它可能 涨一点点 不过呢 它掉的机会呢 是非常的高 了解吗 到最后的最后呢 在这边呢 它也是就反弹了 不过呢 它就是涨这两天 过后其实就没有什么涨了 你第二天买 你就少赚了 了解吗 就像example 这个股 它涨 涨30% 你如果呢 你是第二天才来买 这样子呢 涨了一天 你就剩10% 可以赚了 然后呢 过后呢 你就看你会不会什么卖 会不会卖了 你不会卖的话 到最后呢 又往下掉 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不喜欢呢 买那个就是掉的很深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他 已经受伤了 他这样子的受伤呢 好像 一个失恋的人 对不对 他需要一些时间呢 去修复他的这个 心情 他要修复要给那个信心 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对这个 对这个股市呢 没有信心了 或者是这个股市对他没有信心 这个股市 股民呢 对他没有信心 所以呢 需要呢 一个蛮长的时间 去看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跑回一个uptrend 我上一次讲这个iwcd 我说跌破这个七毛 OK 他就不好哦 然后呢 他真的是跌破这个七毛 然后呢 就直接呢 掉一个 四三十多巴仙 OK 掉到五毛 五毛钱 所以这些呢 都不是呢 就是呢 这个Stage 4的 然后呢 跌最多的 MS MGTronic Ginitech APB UWC IWC D DNO HengYuan 都不是呢 我我会喜欢买的 这什么HengYuan OK 这些呢 全部呢 都不是我们喜欢的股票 都不是我喜欢的 当然呢 我讲这么多只股票 我会不会错 OK 我宁愿呢 错啊 OK 我没有抓到这个底啊 我也不要呢 就是呢 OK 我也可能这其中一个 他跑上来 他反弹的很快 不过呢 我的猜测就是 多数啊 多数呢 这些呢 都是比较 不是这么Quality的股票 OK 不是这么Quality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呢 一个比较好的股票 它不会掉这么快 为什么 你讲好的 OK 好的 很多人要买那个 Let's say 买房地产啦 OK 一个很好的房地产 很Prime的area OK 那个电务啦 Let's say 买一个电务啦 这个电务 哇 生意很好的 旁边啊 哇 左边右边啊 全部都是人潮啊 哇 这些什么 OK 很好的地方 他有没有可能 突然间 半价 卖 卖出去 有没有可能 这个房地产有没有半价 突然就 哎 Laylong啊 半价啊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不可能 一个好的股票呢 也是一样 他不会呢 突然间呢 就是掉50% 啊 不会 虽然那些没有掉的 OK 你去抓底 OK 虽然那个不是很便宜 不过呢 你要知道呢 散户呢 他就不会去买这样子的东西 OK 所以散户不会去买那些掉不是很多的 所以呢 如果啊 你看到呢 有一些股票 他掉不是很多 好像这个CCK啊 没有掉啊 你看到这个Crescendo啊 没有掉啊 OK 或者是呢 你看到 有一些股票 什么Tenaga 没有掉耶 这个 你这样抓底 哪里有底哦 这个哪里有底哦 OK 那些没有底的 OK 我已经 Continue他们的Uptrend了 这个呢 我们叫做 Continuous Pattern 本来是Uptrend的 调整 调整就是这个 红色 红色就是调整 然后他转蓝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Continuous Uptrend OK 所以如果接下来呢 你看到呢 有很多的这些股票啊 他出现这个 First Blue Arrow 他在过去的这个 五天 OK 他出现了First Blue Arrow 这些呢 有一些呢 他就是呢 继续的 跑回这个 Uptrend OK 所以例如 好像这个BUSA OK 他本来是Uptrend 他休息 然后呢 他再跑回Uptrend 然后呢 他最近又休息 然后呢 等一下呢 他又跑回这个Uptrend 所以这样子的 就是算是呢 我们所谓的就是 Continuous Uptrend Continuous Uptrend 所以暂时呢 还有很多 他还没有 转上来 暂时还没有 OK 还有很多 OK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可能呢 在这个Stage 3 当然 你看到这个什么Sun Con 你看到Sun Way 这些就是比较有机会 Sun Prop 这些是比较有机会 然后呢 这个什么Packard OK 他其实这一次呢 他没有什么掉 OK 他没有什么掉 所以呢 这个Packard呢 多少要认识一下 虽然你可能没有买 可是其中一个股票呢 它是前一阵子呢 是跟其他的股票一起Uptrend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别人在暴跌的时候 科技股暴跌的时候 他没有掉 OK 就连的那些什么 SolarVest啊 OK 这些呢 其实都掉的蛮多 比较多 所以呢 这个啊 这个呢 Packard呢 最近呢 算是呢 比较强一点 OK 不过我会不会买这个 OK 我应该呢 没有什么 不会买这个啦 为什么 因为它的Volume 比较低 OK 它的Volume 比较低 所以如果它Volume 比较正常的话 可能我们会考虑 OK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有时候我们买那些买100千 你买100千的话 变成你是当天的那个 大股东 OK 你当天的那个 炒家了 变成你是 你是庄家了 因为呢 它一天才600千 那一天才600千 所以呢 这个呢 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那个股票了 OK Gamuda呢 肯定呢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Gamuda 33个Million 所以这个Market掉的时候 它没有掉 所以红色 如果它没有掉的话 其实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调整 没有什么人呢 要卖这个股票 有人卖 不过 庄家一直进来买 一直进来买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当你有这个Stage 3的时候 你就是要看呢 到底呢 这个谁在这个Stage 3 它是有反弹的 OK 所以呢 你用Stage 3 来看 哪一些股票呢 它是有反弹 OK 所以呢 另外一个 比较特别的这个板块呢 也是 不是很容易买的 就是呢 这个Domain 这些什么黄金啊 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黄金 哎 其实呢 在这两天呢 其实呢 创新高 所以整体呢 这个黄金 OK go OK 也是呢 会是一个 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OK 如果呢 你有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Facebook Live啊 或者是这个YouTube Live啊 够久的话啦 你会听我讲过一句话 叫做呢 涨的多 跌的少 涨的快 跌的慢 OK 所以 涨的多 跌的少 涨的快 跌的慢 OK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呢 我每一次讲的 什么意思呢 当你看到一个股票呢 你看到这个S&S 它现在是什么情况 它之前是涨的多 跌的少 涨的快 跌的慢 涨的时候呢 可能一天它就涨26% 这个涨的快 跌的慢就是它这边 跌的慢 所以涨的时候快跌的慢 涨的快跌的慢 了解吗 不过呢现在呢 你看到它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呢 是 跌的快 它这边掉下来很快 对不对 涨上去呢 涨一半嘛 了解吗 所以最近呢它又来一个 跌的快 OK 跌的快 然后涨上去呢 这个涨的慢 所以你问我好不好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S&S呢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了解吗 OK 所以在这边 记得就是呢 我们星期天有一个 这个Zoom Meeting 这个Zoom Meeting 叫做呢 最赚钱的股票和策略 OK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现在呢 哪一些股票呢 是赚钱的股票 所以呢 你呢 一定要赶快 下面的link 去报名 来去报名 你去这个页面 OK 你去呢 这个ndusystem.com slash registernow 所以ndusystem.com slash registernow呢 你去这个页面呢 OK 我们接下来呢 在这个22号 这个星期天 早上10点到12点呢 我们有这个online的这个Zoom Meeting 然后呢 会跟你分享 系统化选股 怎么样呢 就是用一个系统去 去抓到呢 那个10% 最好的这个股票 第二个呢 就是呢 OK 用有效的管理风险 避开情绪交易 你怎么样呢 避开呢 那些烂股 怎么样呢 就是把你的钱放在那个好股 然后第三个就是怎么样 看庄家 跟庄家呢 一起赚钱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边呢 这个系统化选股 马上掌握当下最好的走势 到到呢 这个趋势呢 逆势上升的这个股票 对不对 有效的管理风险 降低你的这个风险 OK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一定要呢 赶快去报名这一个 我们呢 接下来的这个webinar OK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打造第二份收入 你想要在这个股市里面 赚取你的这个 一年的这个收入呢 赶快呢 就去报名这个webinar OK 让你的户口all green 把套牢股呢 换掉 帮我一个忙呢 就是呢 分享给你的朋友 帮我分享给你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最近这个市场呢 我觉得很多人呢 他都是需要一个好的方法 OK 所以呢 如果你的朋友还是要用旧的方法 这样子 接下来呢 这个股市呢 它跑新的牛市 你用旧的方法 你hold着旧的股票 OK 那个呢就是浪费那个市场调整了 所以在市场调整过后 会有新一波的趋势 想要抓到最好的趋势的话 就join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webinar 好 所以帮我一个忙 分享给你的朋友 OK 还有呢帮我like这个这个视频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当然啦 现在呢这个市场呢 还是波动非常的大 还是有很多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所以如果呢你想要知道更update的 更新的一些讯息呢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因为呢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有这个live 所以呢你想要知道呢 就赶快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接下来呢这个live的时候呢 再跟大家一一的分析 再让大家知道呢 最新的这个消息跟走势 还有最好的这些股票 所以我们下个视频再见